最近开始玩卡卡送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有一些小tip给新手玩家 可以有助于你有效率的去抢草地和城堡 那我们开始吧 比如说现在跟小红人走 他看见这个黄蜂有这么大一个城堡 很是羡慕 那怎么样能把自己也站到这块城堡上呢 你就需要找这种开放的边 比如说我放一块这样的 然后我把我的小红人站在这里 我就再只需要一块两边是城堡的放在这里 我就成功的站到了这个城堡上 可以分享黄人的大城堡 然后如果说他旁边不是草地是路的话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找一个有路有城堡的块放在这里 然后你站在新方的这一块 你也需要一块两边有城堡的平上 你就站上去了 假设我已经站上去了 这个黄蜂比较生气 心想你站我的城堡 我要去抢你的草地 这块草地上已经有四个城堡了 到结算的时候也是很多分 那我要怎么样能够成功的躺到草地上呢 首先你要找这种边 如果是草地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你躺在上面它就连通了 你就没有办法 你把块放在这你就没有办法躺上去 所以说你应该找的是 除了草地以外的open的边 如果它是路的话也比较困难 因为你放上来 你想躺的这片草地就会跟它连通 所以你没有办法躺 另一端呢不是你想躺的草地 反而把你自己隔绝出去了 所以你也不可以 剩下来的就只有城堡边 所以一旦你摸到了 就是有城堡的块 你就可以躺了 比如说如果你这么放 你就可以躺在这里 然后你就只需要一块 可以把它补齐的就一定能躺进来 如果你想抢另外一边的城堡 草地你就这么放 然后同样的你需要一块 两边是草地的你就躺进来了 只要是有城堡的块 都可以帮助你抢草地 比如说如果它是这个样子的 你就这么放 然后两边都可以轻松的躺进去 即使是如此丑陋的 你依然可以躺进去 你就要把有草地的那一边 对准你想躺入的那块草地 比如说这样的话 你就得躺在这个里 然后再放上一块 你就成功的躺进去了 好了就给大家总结一下 无论是抢城堡还是抢草地 你所要关注的都是开放的城堡边 一旦你要抢城堡 你就需要去和城堡的邻居做文章 找到机会站到这块城堡上 如果你想躺草地 你就应该对准这块城堡块 然后用你摸到的新的块去拼 然后躺在草地上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游戏中取得胜利 得很容易 好 这个是3の墨地上 他在左边行得多但均 卖到的那边 那边 classic 梓 包 活